大家好,我是OA 這集雖然是Old Vlog 不過... 不算是Vlog啦 最近武漢肺炎 AKA新冠肺炎的疫情 在台灣越來越升溫 相應的一些網路 簡訊的謠言 也是有點日銷沉上的狀態 不過其實呢 仔細觀察這些謠言 你就會發現 裡面有很多很多東西 都是很違背我們台灣人的一般常識的 其中像是那種什麼 我六叔啊 家凶啊 講實在話 我長到三十幾歲 我是沒看過幾個台灣人 這麼稱呼過自己的親戚啊 而且重點是編造這些謠言的人 相信非常不了解台灣的情況 以上寫說 台北市大巨蛋的下面 已經埋了成千上百的屍體 或者是屏東體育館 已經準備要做成像是一個方艙音樂的地方 這樣的寫法 就非常不了解台灣新聞媒體的生態 要知道台灣的新聞自由 讓我們的新聞台 可以用他自己的立場 甚至是相對於政府的立場 去描述一件新聞 所以在今時今的台灣 基本上不太會出現那種政府 或是什麼財團 能夠一手掌控得了所有的新聞媒體 也就是說如果真的發生像他寫的大巨蛋啊 屏東體育館這樣的事情喔 拜託台灣的記者跟嗜血的鯊魚沒有什麼兩樣 這件事情要是真的發生的話 絕對在第一時間就被呈現在新聞媒體上面 那是因為我們擁有可以和政府不同立場 不同黨派的縣市首長 要是真的發生這樣的事情的話 還不先把你打到臭頭啊 所以大家不要再去相信那些莫名其妙傳來的 一些什麼疫情大爆發 千百萬的綠屍體啊 這樣子類型的東西了 請大家收到一些消息的時候 能夠稍微先靜下心來 好好的去檢視裡面的內容 好好的思考 多多吸收一些知識 不要再被這些莫名其妙的謠言 搞到很恐慌了好不好 最後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別忘了按喜歡、分享、訂閱和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掰掰 我們下次見